好 剛才講到了賴蕭佩呢 在今天舉行了國際記者會 賴清德在記者會上呢 依舊強調追求和平是要靠實力的 而且痛批馬英九執政的8年 荒廢了台灣的國力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那解放軍現在實力如何呢 哇 路透社驚爆 解放軍的飛彈裡面 裝的居然不是燃料 而是水 這到底是什麼狀況啊 可是今天下午 大家手機的這個國家警報 都想來真的把大家嚇一跳 敏寬 下午3點多 大家真的是嚇了一跳了 為什麼呢 突然間手機大響 國家警報 大家想說 會不會是阿強打來了 結果呢 尤其我跟你說 對了一半 為什麼對了一半呢 我們來看 國家警報怎麼走的呢 我先跟各位說 那個老外真的會嚇死啊 我們的國家警報開頭是中文 中國於腰五凍四發射衛星 以飛越南 以飛越南部上空 很多人說飛越越南跟台灣什麼事 飛越南部上空 請大家注意安全 如果發現不明飛行物體 請報警銷人員 這段中文沒問題 下面這段嚇死人啊 怎麼了 The missile fly over Taiwan's airspace Beat a war 飛彈飛越台灣的空中的整個 所謂的太空的一個位置 大家要小心 後面國防部過了一個小時之後 出來道歉了 為什麼呢 Missile是飛彈Rocket是火箭 兩邊是不一樣的 但又起 我一直覺得這齣戲有毛密 怎麼說呢 這齣戲到底是暗表操課還是臨時加碼 各位你們知道嗎 今天不管是在日本 韓國 美國台灣最大的一個新聞是什麼呢 是解放軍的一個貪腐 但解放軍的貪腐呢 等一下我們來跟各位說 您要做好 為什麼呢 今天的貪腐是極其的一個誇張啊 但今年呢2024年特別熱鬧 多熱鬧呢 今年全世界48個國家選舉 台灣剛好是第一個 然後台灣剛好是第一個呢 48個國家選舉當中 其中有一個國家不用選喔 叫中國 結果中國現在看到台灣 各位還記得嗎 就在上個禮拜一則在路上的這則廣告 短短的時間喔 台灣超過一千多萬人看 全世界也都在看 大家都說這個才叫做民主嘛 對不對 這個叫做總統的一個交棒 沒有想到呢 這個時候大國生氣氣了 發生什麼事呢 中國不選舉 中國表面上說他們有選舉 但其實那個不叫選舉喔 那我們說山寨國真的是羞羞臉 連這個也在操 新華社會的歌功頌德呢 他現在也出 習近平也在路上 永遠在路上 習近平核心永遠的黨中央 他們說黨中央會好好的 看顧著整個這個社會跟這個國家 但重點是在於各位別忘了 習近平這一波為什麼這麼麻煩 他們其實是兩任制 然後呢正常來說 他就自己把人家憲法改掉 所以他現在是終身制喔 是永遠都在位置上的 但習近平現在這個位置 做得不太安穩 為什麼不太安穩呢 一個國家四根棍子 政治國防經濟外交 現在他們的外交部 他們的國防部之前都出了問題 而最大的問題是在火箭軍 這個是火箭軍的前司令 李玉超目前人間消失蒸發中 據傳有出賣資料 據傳還要趁習近平回國的時候 要暗殺習近平在廣西打飛彈 把他給打下來 所以傳言一直在整個蔓延當中 那火箭軍到底是犯了什麼樣的一個 滔天大罪 司令還要連帶三任 通通都下馬 發生什麼事又起事情大條啊 發生什麼事呢 彭博社最近發了一篇文章 他們說什麼呢 他們說火箭啊 火箭是全世界最難升空的一個東西喔 火箭的燃料分成固態跟液態 中國火箭軍的液態燃料 不知道是被賣掉的還是錢不夠 裡面放的是水 放水怎麼飛啊 放水當然不能飛啊 可是問題是裝簡的時候會過啊 先說齁 中國火箭軍貪腐到 飛彈裡面他那個液體燃料 正常來說是我要用化學的東西 去把它做液體的燃料 填充進去嘛對不對 然後呢現在錢可能預算不夠 還是發生什麼事 裡面裝的是水 這個是目前彭博社所說的 這個新聞呢 目前在全世界都在燒喔 除了這個之外呢 還有另外一件很糗的事情 火箭喔 發射火箭跟飛彈 這個是一個極其精密的一個事情喔 這個叫做火箭發射井 火箭的發射井下方 尤其我跟你說這個空城多大 下面呢要嘛像以北韓來說 下面是直接有火車 就在地底下有火車喔 有些像美國的話呢 他就是有非常大的一個通道 因為這個火箭很大嘛 他一顆你不要看他這樣子喔 有的高的接近100公尺 那現在呢 他們說中國的火箭井很誇張啊 中國這個火箭井呢 做的也不太好 有時候打開了他就不能關 有時候關了呢又開不了 所以呢發生什麼事呢 貪腐太嚴重啊 所以這個井門啊 這個井門啊 常常在故障啊 也不知道剛要怎麼解決 好現在問題一個一個出來囉 液體的燃料裡面裝的是水 火箭的發射井的門打不開對不對 結果最誇張的事情來了 發生什麼事呢 我先跟各位講一個小故事喔 我曾經有一次我去看美國太空總署 他們的費用跟營業項目 我們知道任何東西在我們地上 簡單嘛對不對 太空人在外太空要不要吃飯 要吃飯嗎 要啊 把一公斤的 把一公斤的地球上的東西送到太空站去 又請知道多少錢嗎 多少錢 10萬美金 10萬美金 那各位去想太空人吃的橘子吃的蘋果 你那一顆NASA的報價是多少嗎 一萬美金 一顆橘子一萬美金 一顆橘子一顆蘋果 任何你知道大概是100公克左右的 因為他們要補充營養嘛 對不對 我就說很簡單 因為他是一個高科技 從地底 從我們地上直接運到太空去 所以呢 如果你自己有衛星 你不會運對不對 他可以幫你運 你有什麼其他的 就像今天嘛 今天是長針二號 帶著他們的探針衛星上去嘛 那我們說這齣戲是真是假 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現在全世界在笑你們火箭軍不行嘛 對啊 就在這個時間點 突然間到底是按表超課 還是加碼演出 這個我們不知道嘛 好 這裡面呢 我先跟各位談一件事情 固態燃料跟液態燃料 固態燃料比較麻煩 固態燃料的技術比較高 也比較貴 可是解放軍厲害了 又請知道固態燃料 他們來幹嘛嗎 拿來幹嘛 煮火鍋 拿來煮火鍋 那很貴不是 煮火鍋 一公斤幾萬塊的飛彈固態燃料哦 拿來煮火鍋 拿來煮火鍋 解放軍太誇張哦 他們就說什麼 他們說有時候天氣太冷了 然後呢 大家想要開個小火 那開個小火呢 沒燃料 那沒燃料怎麼辦呢 拿一公斤幾萬塊的 他那個飛彈的調料不一樣 遠程近程中程各種不同哦 拿來煮火鍋拿來煮飯哦 太瞎了 還可以當禮物 還可以當禮物 蠻想吃看看的 還可以當禮物 好怪的火鍋啊 跟各位說還可以當禮物 為什麼可以當禮物呢 他們說有時候莊簡不夠 就是說你是解放軍的旅長 我也是解放軍的旅長對不對 突然間來檢查我這邊了 我的不夠 跟你借 跟你借 然後還送給長官 還可以做人情 這個煮火鍋 不一下子火鍋都乾掉了 不知道 火箭的 哪一點點 可能哪一點點燒 就可以煮一大鍋吧 我們不知道 因為這個很難想像你知道嗎 後面我有去看那個報價 那個報價多誇張你知道嗎 各位 一公斤貴的一萬多塊美金 一萬多塊美金 拿來煮火鍋 各位拿來煮火鍋 解放軍怎麼可以貪腐成這樣 所以現在美國的情報 他就研判嘛 他們就說第一個 解放軍的一個貪腐 比地方政府還要更嚴重 那我們都曉得地方政府 這次的地方在已經把中國搞得 已經搖搖晃晃了 因為這次房地產的問題 不知道該怎麼解決嘛 所以他們的結論是 他們的情報研判 幾年內是很難攻台的 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好 你說火箭軍不行 那你們的大陸軍總該行吧 也不行 也不行 發生什麼事呢 我們先說 這個是緬甸跟中國的一個交界 最近這個地方在打仗 那這個地方 剛好是緬甸軍跟國桿油擊隊 雙方在互毆 那互毆呢 這個是算小型的一個整個打仗 就是大家用的 大概就是所謂的機槍 無人機等等的火炮等等的 打打的各位 打到雲南來了 發生什麼事呢 雲南有個地方叫做南傘鎮 這個南傘鎮 炮彈直接攻進來 很多的居民受傷的房子被打垮了 其實他們說 我們中國的大陸軍不是全世界第一嗎 怎麼這件事情我們都不知道 他們現在應該是忙著 在用飛彈燃料煮火鍋啦 這是陸軍 那是火箭軍 怎麼會 那個什麼炮彈都來了 解放軍不知道 這麼大聲 緬甸的炮彈已經殺進來了 我們看這個現場的畫面 真的是 而且當地先跟各位談 雲南我去過兩次 那個當地有很多都是做農做物 等等的 是辛苦的地方 怎麼會打成這樣子 然後解放軍完全都不知道 好現在重點來了 很多人都在說 就說第一個 美國為什麼在這個時間點來公佈情報 軍事專家就說這個是在打心理戰 什麼叫打心理戰呢 他在告訴老共 我對你內部的狀況 我是非常清楚的 也讓中共的高層要說 這個我們用火鍋 我們用固態燃料煮火鍋 這個連全世界都知道了 還得了 回頭要去調查所謂的自己人 對不對 但我們說哪壺不開題哪壺 就在今天經濟學人出了一篇報告 什麼報告 他說2022年發生了俄物戰爭 2023年發生了以哈的一個戰爭 2024年全世界民主都在選舉 但全世界兩個地方選舉最重要 一個叫美國 世界最大的國家這沒問題 第二個是第一個選舉的台灣 那目前他們就非常擔心 台灣在這個時間點會不會插槍走火 想不到今天看到英文的 真的會嚇死 阿強是不是打來了各位 真的打來了 飛彈還飛越台灣的一個上空 所以就今天來說 還好是續經一場 但現在在選舉季 看到這個國家警報 很多人真的是嚇到手一直抖啊 你還是給你 你不動 你不動 我已經被你